曾经的四位校长 四位老师 三位教长 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在马来西亚与这么多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分享这一个健康的课题 健康的课题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脱离不了的 人只要有一天脱离健康 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健康的课题既然这么重要 我们就要跟大家请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有多少教科书是在告诉我们 怎么样让我们获得真正的健康 从我们开始学习开始呢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被提到的很少 而且呢 今年来有很多的人 刻意地忽略了健康的问题 所以导致很多很不健康的一个现象呢 在我们周遭发生 但是呢 我们却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呢 我们把它提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成如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我是毕业于医学院的生物化学研究所 我在读这个研究所的过程当中呢 我认识了很多的医生 那么这些医生朋友呢 我们也常常交换过很多的意见 发现呢 医学在现代非常的发达 可是呢 一般的人对医学的认识 对身体的认识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足够 尤其呢 从饮食的角度来看呢 知识面虽然很多 可是呢 却相对的呢 看到很多很不正确的一个饮食观念 在我们周遭不断的在发生 那么我们今天从饮食的角度切入呢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 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呢 都会联想到中国人很重视饮食 下一个念头呢 是中国人很重视吃好的东西 所以呢 特别的 就是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进补文化 在全世界呢 好像都特别的有名 其实呢 在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慢慢的就会知道 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呢 可能不是我们当初所想的这个样子 吃的好 并不一定是很贵的食物 或者是很稀有 很珍惜的食物呢 叫做吃的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要为大家把这一个道理呢 把它讨论清楚 刚刚我们说过呢 健康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不能或缺的 也都在追求 可是在追求健康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近年来 癌症 心脏病 糖尿病 肥胖症 骨质疏症等等的这些疾病呢 越来越普遍 那我们就在想呢 为什么过去这些都叫做罕见疾病的 在现在呢 会这么样的普遍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听到有人得癌症啊 我们都会感到很惊讶 因为呢 这样子的机会很少 可是呢 我的很多的朋友呢 在医院里面工作 他们告诉我 其实现在癌症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 癌症病房里面呢 就诊的人数跟得流行感冒的人数呢 不相上下 那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有很大的警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号称现在的讯息量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发达 可是呢 对于健康这个议题呢 不但没有改善 而且呢 越来越普遍的发生 这些慢性病 这些文明病 结果我们看到呢 健康成为一个口号 它不是一个能够得到的一个事实 这是现代人的另外一种悲哀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数字啊 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 在特别是 这一个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我们看到癌症的比例呢 是越高的 这个数字呢 是我在几年前收集到的数字 美国就是北美洲呢 大概每3.8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呢 必须死于癌症 我们在想呢 各位朋友 人生有偶然吗 或者是人生有没有必然 其实人生呢 是我们经营出来的 人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呢 都没有偶然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三个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必须 因为癌症而死亡 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人生 一定要这样选择吗 我想大多的朋友呢 都是否定的 我们人生可以不要这样子选择 那么我们人生如果要避免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正确的人生态度 才可以避免 那么这个高的癌症发病率呢 目前已经是 开发或者是已开发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可是我们要问的 这些国家呢 经济非常发达 科技很发达 医药也很发达 可是为什么 医药越发达 癌症的药品研究投入越多 人越不健康 得癌症的人越多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好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 而且呢 医院越盖越大 人好像越来越不健康 其实本来盖医院是为了解决人的健康问题 没想到医院越盖越大 人却越来越 这个流失掉自己的健康 那么这是一个部分 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医疗的进步呢 好像没有等于健康的获得 尤其是癌症的减少 我们看到这么多好的医疗的手法 在我们现在呢 慢慢的问世 新的癌症药品 新的治疗方法 可是呢 这么多崭新的疗法呢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确实呢 癌症的发病率并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我看过很多的数据 每一个国家都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医药越进步 癌症也跟着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现状 那去年07年 全世界被确诊为癌症的病例呢 是一万一千三两百三十万例 一千两百三十万例 那么全球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呢 大概是七百五十万人 我们用这个电子计算机一算呢 把它除以三百六十五 我们看到每天因为癌症而死亡的人就有两万 各位朋友 这个数字呢 比起任何一场战争死掉的人数呢 都还要多 因为单一个疾病 全球每一天要有两万个人死亡 这一个健康的问题呢 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这是一个公共健康的一个问题 再来另外一个疾病叫心脏病 美国每三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必须死于心脏病 我们都很怀疑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一个医疗体系 这么健全的社会里面 人的健康怎么可能会 这么样的没有保障呢 这也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 另外呢 我们前一阵子得到了一份资料 这一份资料呢 是中国卫生部所发布的一个资料 我在还没得到这份资料之前呢 我不晓得 也不敢相信 中国大陆的 这一个人民的健康呢 会是这样的一个低落 过去我看到 照美国的这一个癌症的数字 心脏病的数字 我一直以为只有美国人这个样子 没想到这一份 这一个中国人的慢性病调查报告里面呢 这是官方的一个资料 告诉我们 中国大陆现在人口的健康呢 其实并不比美国好到哪里去 我们看到呢 这里啊 因为字很小 我念一下啊 这个统计数字呢 是2000年的 也就是8年前的数字 8年前呢 中国大陆死亡人口 就是单一年死亡的是731万人 而有600万人是死于慢性病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癌症心脏病等等的这些疾病 糖尿病等等的 而死于心脏病的是第一位 高达250万 我们一算就知道啊 死于心脏病在2000年那一年呢 中国占了中国死亡率的34% 这个数字已经快赶上美国了 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死于心脏病 这是中国的状况 肿瘤 这是癌症 因为癌症的死亡的是140多万 我们换算成百分比呢 大概是19% 也就是全中国现在因为癌症而死亡的 五个人当中呢 就有一个 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必须死于癌症 这个比例太高太高了 让我们呢 让我们呢 很惊讶 为什么连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在20年前呢 20年前的数字啊 中国大陆是远低于美国 那个幅度简直不能比 可是呢 现在也赶上了 这是我最近得到的一个资料 再来呢 很多人在检讨健康问题低落的过程当中呢 得到了一个结论 也就是如果社会在医药的这一个费用上付出越多 可能人的健康就越有保障 但是呢 我们得到一个数字呢 说明问题呢 没有这么单纯 在美国从1960年到1997年 将近40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医药占它全社会投入的比例 40年来增加了300% 换算成人均医疗的费用呢 是每收入七块钱 每斤就有一块钱要花在医疗费用上 可是健康的状况 却日趋 这个 每况愈下 我们做一个比喻呢 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人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呢 所赚的薪水 七块钱 赚七块钱 就一块钱要投入在医药 可是呢 你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死于癌症 三分之一的几率死于心脏病 请问各位老师 您能接受吗 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接受 因为 花费很高 可是呢 并没有减少疾病的风险 这是美国的状况 所以医药的费用 并没有改善人的健康 再来 刚刚郑老师说到 五福临门 其中有一个是寿命 这个寿命啊 长寿每一个人都要 可是呢 长寿难道就代表幸福吗 我想也没有 如果长寿没有健康呢 也是不幸的 我们来看一个数字 在中国大陆 人平均的寿命呢 是七十一点五岁 但是呢 平均的健康寿命 却只有六十二点三岁 很多人要问说 那这消失的九点二年 跑到哪里去了 这消失的九点二年呢 不是带病 就是残疑 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到的 一个人生涯的规划呢 一定要算到这一块 就是刚刚讲的五福当中 有一福呢 就是指 这一个部分 人啊 没有病呢 很安详的 这个 在自己生命最后呢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分 怎么做到呢 还是在健康的经营上面 这些课题呢 都是我们 幸福人生的课题 那么另外有一个数字呢 也让我很惊讶 就是呢 中国人 他们统计之后呢 发现 一个人晚年的医药费 占一生的40% 而且呢 有很大的比例 是在临终前 28天花光的 我们努力了一辈子啊 赚了那么多的钱啊 可是呢 没有想到 有40% 可能是为 最后的那一层 所准备的 这个也不是一般人 所愿意看到的 一个生涯规划 所以 让大家看这些数字呢 并不是要 恐吓大家的 而是让 所有的人 都能够把 生涯规划的眼光呢 要拉远一点 拉长一点 而 我们今天 每一天所踏出的 任何一步呢 都跟我们 整个生命的品质 有非常大的 关联性 我们今天 每吃的 任何一顿饭 我们吃到肚子里面的 任何一件东西 都跟我们 人生的幸福 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能很多人 对 这样的一个观察呢 忽略了 以为好像没有关系 好像我今天 所做的任何事情 跟我这一生呢 甚至于 我 最后 生命应该 怎么样来 做一个总结 好像没什么关系 其实呢 这是错误的 观念 因此呢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数字呢 都是帮助我们 怎么样来提升 我们生命的品质 提升我们 每一天 对生命的理解 更深度的理解 这来医疗的增加 好像也没有等于 健康的保障 很多人有一种 想法就是呢 反正我现在 很健康 将来我要是生病的话呢 好的医疗系统 一定可以帮助我 恢复健康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其实这个心态 对不对呢 我们从以下的数字 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中国每一年 因为药物的不良反应 而住院的人口呢 多达250万人 多不多呢 很多 而这250万当中呢 因为药物的不良反应 而死亡的 虚然高达20万人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药物的不良反应 药的不良反应呢 并不是吃错药 不是的 而是呢 吃对药 就他开的药方呢 是对的 可是呢 因为对于药物 反应不良 所以呢 住院 或者是婴儿死亡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数字就了解到 医疗本身有没有风险呢 有风险的 中国人讲呢 试药三分毒 所有的药呢 都是毒药 所有的药呢 也都能救人 可是呢 吃错药 或者是 对毒性呢 没有一定的抵抗力呢 我们人就 因为药而出毛病 所以这叫 药原性的疾病 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呢 叫 医原性的疾病 就是 本来没有病 但是通过 透过吃药 透过看医生 却引发出 新的疾病 这叫 医原性的疾病 或者是 药原性的疾病 因为这些疾病 而死亡的人呢 目前在全世界 都非常非常的多 在美国 因为药不良反应 而死亡的 占美国人 十大死亡原因的 第三位 这个可能 大家想都 没有想过 第一位是心脏病 第二位是癌症 第三位就是 药物不良反应 死亡的 而 这个数字呢 在中国 比 主要的传染病 还要 就死亡的人数 还要多十倍 我们就知道说 生病吃药打针呢 不一定 最有保障 可是 并不是告诉大家 生病不要看医生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告诉大家 医疗本身 有风险 所以最好的方法 是怎么样呢 不要生病 不要生病 这是最好的办法 能不能做到呢 能做到 怎么做到呢 从平常 这个饮食 起居 左手 就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看到 难道很多病 是治出来的吗 确实 有一些疾病 是因为医药而引起的 所以呢 我们 看了 一些数字 也觉得 啼笑皆非 1973年 以色列医生罢工一个月 全国死亡率降低50% 哥伦比亚医生罢工两个月 死亡率降低35% 洛杉矶的医生因为抗疫 这一个保险额下降 而延误医疗 延误医疗应该死亡率提升嘛 结果呢 死亡率却降低18% 从这些数据呢 从这些报道呢 我们都在反思 反思什么呢 反思 我们现在医疗的方向是不是错的 并不是说医疗本身不对 而是方向可能有偏差 怎么做呢 把方向调一调就好了 不是医疗本身的问题 那么 我们要探讨医疗的方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透过某一些社会现象 还有呢 公共卫生的统计数字呢 来做一些反思 就容易找到方向错在哪里 我给大家提供的数据呢 是1907年到1936年 这将近30年的时间 美国疾病成长率的一个状况 我们一般觉得30年 30年是一代 是一世 说长不长呢 说短也不短 在30年过程当中呢 可以发生一些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心脏病来说 30年美国居然单一个疾病 成长了60%的死亡率 在这30年当中发生的 成长得很高 另外一个更可怕 癌症 死亡率居然成长了90% 我们想啊 一个民族呢 他的基因不会在30年之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大概不会 所以呢 这两种疾病的死亡原因 我们相信跟基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呢 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什么样的事物可以在30年当中发生巨大的变化呢 那就是生活方式 那就是饮食方式 所以我们看到30年来 美国医疗进步的速度 赶不上饮食变革所产生的危害 因此而造成健康的流失 所以刚刚提到医疗的方向怎么样来调整呢 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问题不在医药上 问题在哪里 在饮食上面 问题不在我们如何的提升我们现在医疗的水平 问题是在我们如何调整 如何提升 我们在饮食观念上的进步 这个才是我们现代人应该要走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中国医书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它叫上功呢 就其萌芽 下功就其已成 就已成者 用力多而成功少 这句话呢 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上功讲的是高明的医生 这功讲的是医生 下功呢当然是我们讲的蒙古代夫啊 就是呢 并不怎么高明的医生 高明的医生呢 在治疗疾病的观念上 他是旧萌芽 就是疾病还没有非常显著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利用各种预防的措施呢 让这个疾病不产生 这是高明的医生 可是比较不高明的医生呢 他是当疾病已经很危急了 已经进入到危害生命危险 或者是危害我们的生活作息的时候呢 他才来治疗 为什么呢 因为眼光不足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 叫做扁鹊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扁鹊的医数很高 他可以呢 妙手回春 所有男治的疑难杂症呢 到了扁鹊的手上呢 都能够要到病除 可是呢 有一天啊 扁鹊就跟这个 就跟这个 就跟这个 就跟这个朋友讲 他说呢 我的医数呢 不是最高的 他说我的二哥啊 医数比我还要高 这个人就问说 你的二哥是谁啊 有没有认识 有没有人认识扁鹊的二哥 没有 说你的二哥 没有人认识啊 那他为什么 医数比你还要高呢 他说你不晓得 我啊 专门是治那种 已经生病 病得很重的那种 因为呢 只有病到这么重呢 我才能够诊断出来 我二哥呢 是一个人啊 他的病啊 只要稍稍的这个 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呢 我二哥就可以把他治好 不至于让他呢 受那么多的折磨 受那么多的痛苦 另外呢 扁鹊就说了 他说呢 其实啊 我的大哥呢 医数又比我的二哥还好 这个人听了啊 诶 更疑惑了 他问说你大哥是谁呢 没有人听过呢 说我的大哥啊 他医数高到什么程度呢 他只要看 你的 这一个生活作息 看你的 这一个 说话的方式 吃饭的方式 睡眠的状态 他就能够断定你 三十年后会 犯什么毛病 所以啊 我们看到啊 医数最高的人 名气最怎么样 名气最小 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 应该要 省私的啊 名气大呢 不一定是 最优秀的 所以呢 下功就其 已成 我们现在看到 确实 很多的疾病呢 都是已经到达 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才在抢救 这个并不是一个 高明的医生 所做的 因为呢 就已成者 用力多 而成功少 抢救呢 付出的 很多 可是呢 效果 很差 各位朋友 我们想一想啊 这句话啊 在医学上 适用 适用 在各行各业 适不适用呢 也适用 各位老师 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呢 都叫做上功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救萌芽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那什么是下功呢 因为我们在汤匙呢 跟这个海南省司法系统 监狱啊 有一个合作 专门呢 到监狱里面上地质规 给福食音乐员上地质规 那么 有一次啊 他们那个干警就跟我讲 他说呢 你们 就是说我们现在教育工作者 说我们 所做的 这一个教育呢 叫做前端教育 监狱所做的 叫做什么呢 叫末端教育 末端教育 那只有前端教育失效了呢 才需要启动末端教育 如果前端教育 没有失效的话呢 末端教育呢 是不必要存在的 所以那些干警很可爱 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失业 我最想失业 我们看很了不起啊 所以呢 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呢 都叫做上工 而我们的社会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不拿钱来办教育 那最后这些钱 都会拿去盖监狱 所以为什么说 旧已成者用力多而成功少 原因就在这里 花的钱很多 可是得到的效果 却很少 所以今天 这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研习营 地主规的一个研习营呢 对于我们整个社会 有莫大的帮助 但是呢 我们的名气不一定很大 有没有 对 所以呢 很了不起 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者 他呢 有一个心境就是呢 甘做垫脚石 一辈子呢 可能默默无闻 可是呢 他却是这个社会 最重要的良知 所以中国人的学问呢 任何一门都可以入道 从医学可以入道 我们看到这句话呢 就有这样的体会 各行各业都是一体而适用 这个就是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讲健康啊 看起来好像不是中国文化 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体现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呢 所以从这些数字啊 我们慢慢的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 应该要从疾病的治疗观念呢 慢慢的转化成疾病的预防观念 过去我们把很多的 这一个希望都寄托在医疗上 现在我们要转一转 要把希望寄托在预防上 2001年中国用于医疗的损失 占GDP的比例呢 大概是这个百分之十四点六 总损失呢 是人民币一万四千亿 我们在算这个健康指数的时候呢 幸福指数的时候 很少算到这一块 我们一般人在算幸福指数 都算什么呢 算GDP 算我们收入多少 很少人算到健康这一块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他也许赚很多的钱 可是他可能会把这些钱 一大部分花在治病上 那这个不是成功的经济政策 预估呢 在疾病预防上 如果投注一块钱的话呢 可以省掉八块半的医疗费用 跟一百块的抢救费用 有没有道理呢 完全有道理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一个家庭如果愿意在教育上 多花一块钱 可能孩子长大之后呢 我们会少花八块半的 这一个矫正他不良行为的费用 或者是呢 会少花一百块呢 这一个处理他 紧急 因为德行呢 疏失所产生的一些 紧急的一些事件的一些费用 这个都是相关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大陆 有两亿人口超重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有多少 有一亿六千万人患高血压 有两千万人患糖尿病 这个数字呢 对一般人来讲都是匪夷所思的 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只有两千多万人口 其实呢 疾病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可以不要受到这么多疾病的折磨 怎么避免呢 在美国健康基金会的一个主席 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 叫欧尼斯特怀特博士 他曾经说过 有50%男性癌症跟60%女性癌症 跟营养过剩有关 这个他做流行病学的统计 得到的一个数据 各位朋友看到这个数字 我们知道怎么得到健康的吗 应该要知道 得到健康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什么 就是不要吃太好 不要吃太好 容易不容易啊 说得很简单 可是呢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世界卫生组织在两千年的时候 公布了一个数字 他说呢 全球两千年死于营养过剩的人数 首次超过营养不良的人数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呢 我是很惊讶 因为呢 我想到什么问题呢 就是两千年以前 一般人对健康的观念可能是什么 吃不饱 穿不暖 这个是不健康的 可是两千年以后 居然不健康的观念 变成了吃太饱 吃太好 这是不健康的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这一个讯息呢 给我们现代人 透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讯息 那就是呢 我们现在人的问题 并不是营养不够的问题 而是营养太多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 美国癌症协会 也有相同的一个数字 他建议美国人 要降低脂肪的摄取 如果呢 美国人可以采取 低脂肪的饮食习惯 则能够降低50%到90% 罹患癌症的机会 这个数字比刚刚 还要怎么样 还要高 也就是说呢 营养的获取 如果降低的话呢 得到癌症的机会 会大幅度的下降 而如果美国人采取低脂肪的饮食习惯 还是得到癌症的话呢 那么 他能够降低35%到40% 因为癌症而死亡的几率 这个数字呢 让我们很关切 因为他的比例太高了 可是呢 一般的人都会误解 什么是低脂肪的饮食 不懂 其实这个是一个营养学的一个 专有名词 一般人听到低脂肪的饮食 会想到什么 脱脂食品有没有 所以呢 到超市去买牛奶的时候 我们就要喝什么 低脂鲜奶有没有 然后到那个买肉的时候呢 要把肥肉拿掉有没有 我要吃瘦肉 要吃筋肉 这个是不是就叫低脂肪的饮食呢 其实不是的 不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营养学 要考虑的是什么 整体的观念 学术上只是把脂肪拿出来 当作是单一的课题在讨论 但是呢 跟脂肪相关的 还有什么 蛋白质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一个 营养素 这些都要统一考虑的 所以呢 不是只有看脂肪而已 营养学家 他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他发现在各位的左手边看到的红色的部分呢 是动物性的食品 右手边 绿色的部分呢 是植物性的食品 而动物性食品里面呢 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 植物性食品 植物性食品里面 脂肪的含量比较低 所以呢 营养学家 他只是把脂肪拿出来 做一个代表而已 做什么代表呢 做动物性食品的代表 动物性的蛋白 跟脂肪的摄取量 相关性居然超过90% 所以呢 营养学家 于是乎就以脂肪的含量 来代表动物性膳食的一个指标 所以什么是低脂肪的饮食呢 就叫做植物性的膳食 什么是高脂肪的饮食呢 就叫做动物性的膳食 所以呢 高脂肪的饮食指的就是肉食 低脂肪饮食指的就是素食 这样子就区分开来了 这样呢 就不至于误解了 营养学上的这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刚刚提到 低脂肪的饮食呢 它能够预防癌症 也就是说 素食的人 癌症的比例 会明显的 下降 有没有根据呢 有根据 有非常多的研究 研究到这一个重点 其中最有名的 我们给大家举出来 康兰尔大学 坎贝尔教授 这个人呢 他被誉为是 21世纪营养学的爱因斯坦 他在1981年到1987年的时候 曾经主持过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营养学的一个调查计划 叫做中国健康调查报告 这本书呢 已经上市了 他的英文名字呢 叫做The China Study The China Study 这个呢 在书店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这本书 很值得一看 他在中国的报告呢 是这个样子的 他选了24个省 6500个人 而这6500个人 一生的饮食 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总共得到了 8000组交叉比对之后呢 有意义的数据 追踪了7年之后呢 虽然数据很多 可是他最后只归纳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在中国膳食当中 肉吃得越少 吃得越素的地方 学艺当中 胆固醇持激素的水平就越低 而当胆固醇水平越低的时候呢 成人得到癌症 心脏病 骨质疏中症 糖尿病 发病率 也就跟着降低 那么我们看看 为什么 把胆固醇 特别拿出来 那是因为 坎贝尔教授 从这8000组数据当中 看到了 胆固醇是慢性病最强的预测因子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体里面 低密度就是坏的胆固醇越多 我们身体里面得到这些慢性病的机会越高 那么胆固醇怎么来的呢 食品当中来的 大家看到这一张投影片就可以看得到什么食品当中胆固醇很高呢 动物性的食品 尤其是全蛋 鸡蛋 最高 植物性里面呢 没有坏的胆固醇 没有 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 天然的植物性食品是最适合人的需要的 再来呢我们看到血胆固醇 很多人认为 饱和脂肪酸跟膳食里面的胆固醇 是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主要来源 可是坎贝尔教授告诉我们 不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人体里面 从食物当中来的胆固醇的量 很有限 我们的血胆固醇最主要的来源 并不是食物中的胆固醇 而是动物性蛋白 就是吃肉 这是血胆固醇最主要的来源 而血胆固醇我们刚刚说到 是文明病最强的预测因子 所以怎么把胆固醇 血胆固醇移掉 就能够预防疾病 怎么移掉呢 动物性的膳食 现在发现了 多吃纤维素 可以移掉血胆固醇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当时坎贝尔教授 要挑中国来做健康调查报告呢 因为在上个世纪 80年代 中国的社会还是比较贫穷的 所以当时呢 人吃的比较不好 吃的比较差 可是呢 慢性病却比较少 所以他挑了中国来做疾病的 慢性病的调查 这是有原因的 可是经过了将近30年的变革 我们刚刚说3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生活状态 饮食习惯 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在这30几年来呢 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也慢慢在下降 北京协和医院里面呢 调查发现 北京市区里面得癌症的比例 1999年跟1955年相比呢 居然成长了5.2倍 这个呢 也跟吃肉有关 这个是专家们在 会诊的过程当中呢 提出来的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一看 北京市罹患大肠癌的比率 在70年代 10万个人当中少于10个 到了80年代增加到20个 到了90年代增加到24个 大家猜一猜 到了2000年的时候增加到多少呢 增加到60个 我常常在这个中国大陆演讲的时候呢 我就问听众 我说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curve 这个趋势 我说像不像是 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他说很像 我说像不像是离婚率 他说很像 像不像是犯罪率 很像 所以哦 从这一个曲线 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成长 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经济成长了 健康也流失了 家庭也破碎了 社会也不安了 各位朋友 值得吗 我们的经济成长 能买回家庭幸福 能买回身体健康 能买回社会安定吗 都做不到 所以有没有办法 两全其美呢 既保证健康 又保证经济成长 有没有呢 有 学必止规 学必止规 这就是我们古人讲的 富而好理的社会 富而好理 这是我们追求的嘛 所以从统计数字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很重要 脂肪的摄取呢 跟大肠癌的关系 我们呢 顺着讲下去 因为呢 我在出发之前呢 也翻了一些资料 因为呢 我看到我都是 以中国大陆的资料为主 都没有马来西亚的数字 所以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但是呢 资料很有限 不过得到了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资料呢 那就是马来西亚男性癌症死亡原因 第一位就是大肠癌 所以这个癌症呢 在这边也是很流行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不是只有中国 不是只有马来西亚 很多的国家在这里呢 有这么多的国家 他去调查 脂肪的摄取量 我们看到横轴 越往各位的右手边 该国呢 所摄取的脂肪越多 而脂肪越多 我们看到重轴 因为大肠癌 而死亡的人数 就越多 那么这个曲线呢 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曲线 而我们来问 为什么肉吃的越多 脂肪吃的越多 大肠癌会越高呢 这个答案呢 在爱尔兰有一位医学专家呢 丹尼斯博士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丹尼斯博士一生都在研究大肠癌 他告诉我们 大肠癌其实跟饮食 是有直接关联性的 丹尼斯博士 他说呢 他说呢 当人吃进去高纤维的食品 也就是素食 植物性的食品 因为我们知道 肉里面没有纤维素 当人吃高纤维的食品 植物性的食品之后呢 大概消化的时间 只需要一天 就是20到30个小时 因为纤维素会促进 我们肠子的蠕动 有利我们排便 而如果我们吃的是 低鲜高脂的食品 什么是低鲜高脂的 那就是肉食 我们如果以肉食为主的话呢 因为它没有纤维素 可以刺激我们肠胃的蠕动呢 可能会造成我们便秘 而排便的时间呢 居然会延伸到 80到100个小时 大概将近是 4到5倍的时间 才能够排掉 各位朋友 我们想想看 花这么多的时间 食物在我们肚子里面 产生什么变化 我想大家不用想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您把一块肉 放在室温底下 多久会臭掉 半天就臭掉了 那么半天就臭掉了 肉我们居然摆在肚子里面 摆4到5天 那么我们的肠胃 受得了吗 受不了 中国的医书里面呢 写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趣 给大家分享 他说若要不病 如果要不病的话呢 肠子干净 肠子要干净 若要不死呢 肠里无死 那这个话有道理 他告诉我们 肠子的清洁与否 是一个人健康的关键 大家想想看 是植物性的食物 比较干净 还是肉类比较干净 当然是植物性的食物 比较干净 从他这个 在室温的腐化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推之一二 因此呢 我们肠子里面的疾病 都是我们长期吃肉 把它折磨出来的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呢 有 因为肠子是我们身体 营养的门户 我们所有的营养都透过肠子 吸收进来的 我们吃的东西如果干净 它吸收的东西就是精华 如果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 它会精华跟糟粕呢 一起吸收进去 可是最后影响我们的 不是这些营养的东西 而是那些肮脏的东西 我们想想看肉类的毒素 被我们尝试吸收之后 最后累积在哪里 累积到肝脏 肝脏是解毒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肝脏不好的人 也很多 都是一体相关的 所以纤维素的效用 我们看到欧洲有一个研究机构 收集了五十一万九千人 的数据 他发现呢 这五十一万人当中 吃膳食纤维最多的 那百分之二十的族群 跟吃膳食纤维最少的 那百分之二十的族群 一比较呢 结果发现 膳食纤维吃的越多的族群 大肠癌的发病率 居然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二 这一个数字呢 很有代表性 值得大家参考 再来乳腺癌 目前也是女性 五十四变的一个疾病 我们看到北美洲 1960年 一直到2000年 乳腺癌的比例 一直在增加 增加到2000年的时候 居然比例上升到 你八个女性当中 就有一个会得这个疾病 为什么呢 医学家也告诉我们呢 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乳腺癌这么多呢 因为跟高脂肪 高蛋白的饮食越来越多 有关 我们从统计学的报告呢 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再来呢 有另外一个科学家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 他发现日本女性 得乳腺癌的几率比较少 少得很多 所以他就去追踪 日本女性呢 当她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第一代乳腺癌还是很少 可是这个移民追踪到第二代的时候呢 发现日一的美国人 居然他得乳腺癌的比例 跟美国本土的女性不相上下 而且比日本的女性 高出百分之五百的罹患几率 所以很多的这个科学家 从这一个角度 从这一个报告 归纳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乳腺癌 跟基因的关系 不如 饮食密切 并不是说他跟基因没有关系 而是说他跟 饮食的关系 比较大 而且大很多 那么我们来看 日本人跟美国人 吃的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到 脂肪的比例不同 在膳食东 日本脂肪的比例 大概是占总膳食的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可是到了美国 居然上升到百分之四十 从这一个饮食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脂肪摄取的越多 乳腺癌就越多 这个是 这里的脂肪指的 当然是动物性的脂肪 而我们看到 这个也是一个统计学数字 横轴是动物性脂肪摄取的量 重轴是乳腺癌死亡的比例 我们看到这个趋势跟大肠癌的趋势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我们探讨另外一个课题叫骨质疏松 医生会告诉我们当人体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的骨骼组织流失的时候呢 这个人就叫做骨质疏松症 而为什么会得骨质疏松症呢 很多的医生会告诉您是因为缺钙 而缺钙呢 很多的医生就会建议要补钙 有没有 要补钙 各位朋友 缺钙补钙 这样的关系呢 叫做简化的科学 就是科学的简化主义 大家要了解到呢 科学并不是这么单纯的 为什么会缺钙呢 我们来看几个研究 研究显示呢 吃的比较好的地区呢 骨头反而比较弱 吃的比较差的地区呢 骨头反而比较好 这个是统计学去调查的 我发现美国人吃的很好 可是呢 美国的妇女呢 大概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背就驼了 发生骨折的比例很高 可是在80年代 他们到中国大陆去考察的时候 发现中国人吃的很差 可是呢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还在地里面干活的妇女很多 所以可见得骨质疏松症 跟吃的好不好 钙骨的多不多 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那到底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钙吃的越多 难道骨头就越强吗 不是的 我们看到确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从学理上看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们看到 医学调查发现 当人吃进去动物性蛋白 就是吃肉 肉吃进去之后呢 三到四个小时 会有很多的钙 从尿里面怎么样 流失掉 吃肉会损失钙 为什么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们看到医学家呢 把这个学理给我们说出来 他说钙不是吃进多少 而是留下多少 不是我们拼运吃钙 就可以了 吃的多 留掉的多 等于怎么样 等于没用 没有用 所以呢 最重要是要 把钙子给留住 各位朋友 我们想想看 我们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 钱赚的多 花的也多 会不会致富啊 不会 所以致富呢 我相信 海内外的中国人都知道 勤俭持家嘛 致富是因为 勤俭嘛 所以呢 我们看 为什么 吃肉 钙子会流失呢 因为我们知道 肉是 酸性的物质 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人的身体啊 它的体液 是 弱减性的 而 肉吃进去之后呢 产生酸性的代谢物 造成我们身体不平衡 这个时候呢 身体必须要把这个酸的环境 给平衡回来 才能有健康的一个运转 怎么平衡呢 最快的方式就是从骨头当中 把钙子抽出来 因为钙离子是碱性的 所以呢 抽出钙子之后呢 平衡的血体液 但是呢 钙子也因此而流失了 所以 肉吃进去 三到四个小时去验尿 才会发现这个尿里面呢 有钙子的流失 原因在这里 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吃钙就能够补钙 其实不是这个道理 只要动物性的蛋白 不过量的话呢 人所需要的钙值 其实是可以减少的 不需要吃那么多的钙 所以我们看到 牛奶喝越多 骨头越强壮吗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报导 横轴是牛奶喝的量 纵轴是宽骨的骨折率 宽骨的骨折率越高的国家 也是牛奶喝的越多的国家 这个是统计报告说的 下面都有reference 大家可以去查 另外糖尿病 目前也很严重 在中国大陆 我刚刚说过了 有两千万人 罹患糖尿病 另外还有两千万人 血糖过高 也就是有四千万人 目前都在这个疾病当中 或者是在这个疾病的边缘 而这个疾病可不可怕呢 很可怕 患者死于心脏病 或脑中风的危险 比一般人高二到四倍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 糖尿病患者有高血压 糖尿病是成人 失明的主要原因 糖尿病也是晚期肾炎 肾脏病 喜肾的主要原因 治病原因 再来 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 糖尿病患者 有重度或中度的 神经系统的损伤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患者 最后会 遭遇下肢 结肢的命运 再来糖尿病会导致牙周病 会让牙齿呢 掉光 这个都是 很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而这么可怕的疾病 在全球 到底状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目前有2.46亿的人 罹患糖尿病 平均每十秒钟 就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而死亡 很严重 怎么预防呢 能不能预防呢 其实还是可以的 怎么预防呢 膳食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里面 不管是美国 荷兰英国乃至于到日本 蓝色的这个柱状图呢 所表示的是植物性的膳食 红色的柱状图 表示的是动物性的膳食 所以我们看到 当一个国家 肉吃的越少 蔬菜水果 碳水化合物 吃的越多 中间那个蓝色的是 糖尿病的 患病比例呢 就越低 而肉吃的越多 蔬菜水果 吃的越少的国家呢 患病率就越高 这里呢 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糖尿病怎么来的 还是饮食 有一个医生 挑选了3000名病人 来做这个 这3000名的 这个受试者呢 他不是糖尿病的患者 他只是血糖的比率 升高而已啊 血糖比较高 他把它分成三组 第一组呢 对照组 他让他接受一般的 美式膳食 我们知道美国的膳食 都吃的比较油 肉吃的比较多 有少部分的这个酸菜 让他吃这个 而且呢 让他服用安慰剂 另外呢 有一组呢 让他吃一般的膳食 可是呢 服用的是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第三组 实验组呢 让他接受 素食 其实在这里啊 他没有完全吃素 他只是 把蔬菜的比例调高 把肉的比例调少 这个大家呢 说明一下 然后呢 有一点运动 可是呢 没有吃药 大家看到没有吃药哦 不像第一组有吃药 这一组没有吃药 结果三年之后 追踪三年 发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第一组呢 吃药的这一组 比起对照组 得糖尿病的比例 减少了31% 这是吃药的这一组 表示这个药本身是 可以治疗的 是有效的 可以控制血糖的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没有吃药的这一组呢 光是干预他的饮食 这一组呢 居然下降了比例 高达58% 告诉我们 吃素比吃药有用 可是这一组 是没有全部吃素 他只是吃一部分而已 而我们从这一个实验 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怎么预防糖尿病 管住嘴 迈开腿 把嘴巴管住 然后呢 多运动 自然糖尿病 就跟我们远离 这个是一个实验 另外还有一个 更令人惊讶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一个 这个医生做的 他把50位 糖尿病的病人 拿来做实验 刚刚那个是血糖比较高 但是他还没有糖尿病 这50个病人 他挑了25个是 一型糖尿病 25个是二型糖尿病 什么是一型糖尿病呢 一型糖尿病啊 其实就是 胰岛素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分泌 那他胰岛完全 丧失功能 一点胰岛素都 没有办法产生 这个是终身的糖尿病 他要 一定要一代 施打胰岛素 可是二型糖尿病呢 他的胰岛还有作用 只是他所分泌的胰岛素 效果没有达到 预期的效果 那么这两种糖尿病呢 二型糖尿病的人 比较多 是现在 目前我们所认识到 主流的这一个糖尿病 都是属于二型的 那么这两种病人呢 他先让他们吃一个礼拜的美国的膳食 就是比较高油脂 高蛋白的肉食 一个礼拜之后再把它调成素食 这个实验是完全吃素 完全吃素 结果呢 很惊讶的我们发现 一型糖尿病 也就是终身需要依赖施打胰岛素的 这一组呢 居然吃了三个礼拜的素食之后 胰岛素的平均剂量降低了40% 而病人的体内胆固醇 平均也降低了30% 再来 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吃了三个礼拜的素食之后呢 25个病人当中 居然有24个不需要再打胰岛素 这个实验让我们很惊讶 因为一般的糖尿病 医生都会告诉他说 这个叫做终身要依赖药物 他居然吃了三个礼拜的素食呢 他就没有再使用胰岛素 另外有一个 我们刚刚讲25个人当中有一个 他为什么还需要呢 因为他的糖尿病的病史比较久 他是21年的患者 每一天要施打35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在吃八个礼拜的素食之后 也停用了 这个报告呢 并不是很新的报告 这个是1986年的报告 有名有姓 大家呢 绝对可以找到这一篇 报告 医学报告 这个不是我们 夸大其词的 他确实对糖尿病有这么大的 一个疗效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的讯息量很丰富 可是呢 不一定 是我们所需要的讯息 心脏病 在美国 24个小时当中 就有3000个美国人 心脏病发作 很可怕的一个疾病 为什么会心脏病呢 我们就起原因来看 这里是一个 这一个血管 这个血管本身呢 血管B是 有弹性的 它是有弹性的 就像一条河流一样 可是当我们的 食物当中 太多的动性蛋白 太多的膳食当中的胆固醇 在我们体内转成 血胆固醇之后呢 这些血胆固醇 最后都会卡在 我们的血管壁上 黄黄的那一圈就是了 而卡住之后呢 它就会让我们的 血管壁变硬 这个时候叫做动脉硬化 血管壁变硬 没有弹性呢 再来血管本身的 通透量减少 血压就上升 我们心脏的这个压力就怎么样 就大 血压就上升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再不调整 我们的饮食 最后我们的血管 就会彻底的呢 被堵塞住 大家可以看到 堵塞住的状况呢 在这两个图 可以明显的看到 血管变得很窄 随时都有堵塞的可能性 堵塞住之后就缺氧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啊 我们把动脉硬化的病人的血液抽出来 让它呢 静置一段时间 跟正常人的血液比较 正常人的血液上半部是什么 是液体状的 透明的液体状 可是呢 动脉硬化的病人上半部 血液的上半部 这叫血清的部分呢 居然呈现的是一个半固体 粘稠状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血管堵塑的 原胸 而血管的堵塞如果发生在心脏的话呢 我们叫它心脏病 如果发生在脑部的话呢 我们就叫做中风 所以呢 这两种疾病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其实它的成因是相同的 都是由于血管阻塞而引起的 而血管的阻塞 大家不要忘了 跟什么有关呢 跟饮食是最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这个图片呢 它是调查了20个国家 55岁到59岁男性心脏病死亡率 跟动物性蛋白摄取量 所做出来的一个图表 横轴是动物性蛋白吃的越多 中轴发现心脏病的死亡率也越高 大家看到这个图跟什么很像 跟那个刚刚讲的大肠癌 还有乳腺癌 还有骨质疏松症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曲线 没有错 都是这样的曲线 再来我们看到 有位医生叫埃索斯丁医生 他是常年研究心脏病 跟饮食相关的一位医学家 他找了大概有20几个病人 这20几个病人呢 让他吃素 追踪了11年 11年 结果11年过后呢 他把这些病人啊 陆陆续续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没有给他们吃药哦 只让他们吃素 用X-ray去拍他们的那一个 这一个血管 心脏的血管的噪影 发现了 大家看到这个病人 A这个图 本来那个血管已经快堵塞了 有没有 很窄 可是 他没有吃药 只吃素 吃了多久呢 32个月 32个月的素食 B就是他32个月之后 去造出来的血管噪影 看到整个血管怎么样 打开了 这很重要的是 他没有吃药哦 避免了什么 避免了药原性的疾病 避免了吃药的风险 还有呢 不用花钱 而且他的心脏里面 并没有放那个弹簧哦 都没有放哦 血管就打开了 再来 这是另外一个病人 60个月之后 就是5年 45年 血管的阻塞率改善了 20% 这两个 一个是改善了10% 另外一个是改善了30% 而要告诉大家的 为什么会有20 30 还有10这样的区别呢 因为啊 艾索斯丁医生呢 并没有强制他们一定要吃素 只是用道德劝说 所以有些人呢 会偷偷的吃肉 所以效果就比较差 这是题外话哦 跟大家说明一下 再来 刚刚讲心脏病 现在讲节食病 圣节食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图很面熟 跟刚刚心脏病 乳腺癌 骨质疏松症 还有大肠癌 有没有很像 有 肉吃的越多 圣节食 越多 我还有个数据 没有 今天没有放上去 就是胆节食 胆节食也是这一个 这一个克服 它的趋势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 这个是男性 社护腺癌 大家看一看 有没有也很面熟 这个趋势 这是再三出现的一个饮食 还有疾病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已经很清楚的在透露一个讯息 那就是肉吃的越多 这一些健康的状况就会越差 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跟大家介绍很多的疾病 我想呢 也没有必要 最重要的是讲总原则 什么总原则呢 治病的体质 这是总原则 什么病 什么体质 会产生疾病 只要大家把这个总原则搞清楚了之后呢 您就已经得到了健康了什么 药食了 什么总原则呢 第一个叫做酸性体质 第二个叫做低甲高纳的体质 什么是酸性体质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酸碱表 酸碱表在靠近大家的这一个右手边 叫做碱性 绿色的部分 右左手边呢 黄色的部分是酸性的 如果以数字来做代表 酸性的末端我们用0来做代表 碱性的那一端我们用14来做代表 那么中间中性的部分呢 就是7 7是中性的 结果人体呢 正常的体质 是介于7.35到7.45之间 什么意思呢 它是中性偏什么 偏碱 叫做弱碱 所以人正常的体质是弱碱性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 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每一天都有上千万的这一个化学反应呢 在我们人体当中运行 所以酸碱度只要偏一点点 人的身体就出毛病 大家可以看到 癌症体质 是这一个 它的体液呢 是7到7.2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要我们的体质偏中性 我们就在养癌细胞 所以癌细胞是被我们自己养出来的 被我们酸性的体质给养出来的 再来前几年造成很多人很恐慌的这个SARS SARS这个病毒呢 科学家把它提纯出来之后呢 做细胞 做体外的这一个培养 用培养机去做体外培养 结果发现呢 SARS的病毒只能在 酸碱度等于7的培养液当中生存 什么意思啊 这个讯息透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呢 谁会得SARS 酸性体质的人得SARS 正常体质的人 这个疾病 我们会跟它绝缘 因为我们的体液 这个病毒活不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过去认为 人为什么会生病呢 很多人说因为病毒啊 因为细菌啊 所以我生病了 其实呢 这个是把责任推给谁 把生病的责任推给病毒有没有 推给细菌啊 我们不要常常做这种 把责任推出去的事情 各位朋友 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的身体体质非常的健全 这些病毒跑到我们体内怎么样 它活不了 因此呢 中国文化教我们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在医学上也通用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的体液在往酸的方向在走 小于6.8的时候 这个人就死掉了 可见得 体液的变化对我们很重要 重要在哪里呢 刚刚我们说到 因为它决定了学医当中 微生物是否可以生存 是否可以治病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更重要的是 当酸碱度降低0.2 0.2不大哦 幅度很小 降低0.2的时候呢 血液的输氧量 就减少69.4% 什么意思呢 缺氧 就我们的血液呢 一滴都没有少哦 没有贫血 就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呢 血没有流失哦 可是它 吸带氧气的量 居然大幅度的减少了将近70% 对朋友 我们想想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当我们的组织缺氧 很有可能 我们就在养癌细胞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哦 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末端 得不到氧气的供应的时候 它就产生各种的病变 我们可以看到 酸性体质居然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危害 第三个 有学过生物化学的人 或学过化学专业的人就知道 化学反应要执行 很多是靠催化剂来推动的 而人 因为他体温只有37度 不是很高的温度 这么低的温度 为什么可以催化那么多的化学反应呢 因为酵素 酵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酵素之所以可以健全的发生效果 是因为酸碱度还有温度 酵素呢 它是酸碱度敏感的 就是PH sensitive 所以如果PH就是酸碱度稍微偏一下 酵素就不发生作用了 原因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一个正常的酸碱值 对我们的健康这么的重要 很多人就说 哇那酸性体质真的太 这个危害太大了 那怎么避免呢 各位朋友 饮食 还是饮食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列出来的 这一些饮食 都会产生酸性体质 大家看到最主要的种类是什么种类呢 都是肉类 偶尔大家可以看到有植物性的食物 可是呢 植物性的食物很少 而且呢 共同的特征是 这些植物性的食物 都经过精细的加工 有没有 大家看到白米 花生 巧克力 炸豆腐 白面 白糖 这都是精细加工的产品 虽然它是植物性的 可是只要经过精细的加工 它就变成酸性的东西 所以呢 奉劝大家 少吃精细加工的东西 那要吃什么呢 吃粗粮 越粗越好 大家看到什么是碱性的食品呢 大家可以不用操哦 为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植物性的 非精细加工的 都是 我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 所以呢 大家很容易的掌握这个概念之后呢 您就掌握 怎么不得到酸性体质的秘诀 只要大家平常多摄取 没有精细加工的植物性的粗粮 那么大概您的身体就会非常健康 如果我们多吃了很多的肉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偏向酸性的体质 因为所有的肉类都是酸性的 所以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酸性的体质 目前有70%的人是酸性体质 高不高呢 很高 比例非常高 那你说那我到底是酸性还是碱性的呢 不要问别人 问我们自己 如果平常你喜欢吃鱼 你喜欢吃很多的肉 你喜欢喝牛奶 吃鸡蛋 吃得很油 喜欢吃这个精致的西点 甜品 抽烟 喝酒 那很有可能您是这70%的人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酸性体质是谁决定的呢 自己决定的 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 而刚刚说到 酸性体质除了是慢性病的温床之外呢 它还会加速人体的老化 所以如果你不想老得太快 我们就要多吃蔬菜 水果 多吃植物性的食品 而不是差很多的保养品 因为保养品是外用的 而食物是内服的 请问内服的比较有用 还是外用的比较有用 当然是内服的啊 所以很容易可以保持健康 如何改善酸性的体质呢 也很简单 当然是从食物的摄取开始 多吃天然的 碱性的食物呢 创造好体质 什么是碱性的呢 刚刚说过的 五穀类 尤其是什么呢 全穀类 就是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 譬如说米就是吃糙米 大家知不知道糙米 等一下会说到 面呢就吃全麦面 全穀类的 蔬菜类的 水果 海藻类的 像海带啊 紫菜啊 都很好 几乎所有的植物性食品呢 都是的 但是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了一点 因为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 不是吃起来是酸的 就是酸性食品 不是这个概念 你看柠檬很酸对不对 很多人跑来问我说 柠檬我拿那个 十蕊狮子去试 它明明是酸的啊 那你怎么说它是 碱性食品呢 其实呢 酸碱 是代谢之后 的一个 平凉 而不是食物本身的 平凉 就是它吃到肚子里面 分解之后 才算 所以呢 虽然柠檬本身是酸性的 我没有说它是碱性的 它是酸性的 没错 可是吃到肚子里面 消化代谢之后 它产生的是什么 碱性的代谢物 所以我们叫它碱性食品 同样的道理 醋也是一样的 醋也是一样的 所以柠檬跟醋 都是碱性的食品 所以各位朋友 没事要多吃一些醋 有益健康 可是糖是酸性 糖是甜的 但是却是什么 酸性的 所以白糖呢 不要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也自我检测一下 酸性的体质 有什么特征 第一个 很容易疲倦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怎么睡都睡不饱 那你很有可能是酸性体质 这是事实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百分之七十的人是酸性体质嘛 所以我看到很多 尤其是都市的人 怎么睡都睡不饱 怎么睡都疲倦 这个就是酸性体质的征兆 所以这个时候 并不是补充睡眠 而是改善饮食 调整饮食 这个呢 大家可以跟周边的朋友分享 我们看到 如果有同事 有同人呢 经常性的 他呢也睡眠也够 可是常常呢 就是很疲倦 要告诉他 少吃点肉 就能够改善他这个体质 而且最好他如果能够在 那段时间都吃素的话 而且不吃牛奶 不喝牛奶 不吃鸡蛋 大概不用一个礼拜 他的精神状态会完全不一样 大家可以实验 再来 儿童智力 影响儿童智力 我们知道啊 儿童的智商呢 都差不多 一般人都差不多 可是呢 大家也没有观察到 特别是 这一个汉堡薯条吃的越多的孩子 不但他的体格越胖 而且呢 他的反应越 迟钝 为什么呢 酸性体质造成的 造成他的神经系统 代谢方面 不正常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 这一个给他补什么东西哦 而是什么 而是叫他不要吃那么补 哎 这个是因为中国人进补哦 是很常见的哦 不是去补 反而是怎么样 不要补 再来过敏 很多儿童的过敏呢 为什么会过敏呢 因为 动物性蛋白里面 有很多的异类蛋白 这些异类蛋白 可能都是过敏源 要远离 吃素 可能他的过敏就会好 体内结石 我们刚刚说到 肾结石 胆结石 都是的 癌症 口臭 动漫硬化 高血压 感冒 就感冒呢 常常感冒 或者是感冒之后呢 很难痊愈 吃药 吃不好 很难痊愈 酸性体质 糖代谢的疾病 就是糖尿病 皮肤 肌肉的松弛 钙的流失 骨质疏松 容易产生皱纹 这是女性很关心的问题 怎么办呢 吃素 吃素 可以很年轻 皮肤容易感染 治愈速度慢 容易留下疤痕 大家不要看这些 很小的征兆 它都在反映我们身体的实际状况 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中医只要看一眼 我们叫望 闻 问 窃 他就知道我们身体的状况 因为 我们所有体内的情形都写在脸上 精神状态也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妨把饮食调整一下 您调整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的精神状态会让您对饮食的调整很有信心 低甲高纳的体质 正常的细胞 甲比较高 纳比较低 如果甲低了 纳高了 正常的细胞会往癌细胞的方向发展 养癌细胞 所以呢我们看到细胞里面呢 甲是钠的五到六倍 如果甲不足的话呢 细胞容易癌化 产生癌细胞 甲增加的时候呢 癌症细胞又会回复到正常细胞 所以癌症是不是绝症呢 不是的 癌症是可以逆转的 而且呢 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癌症症愈的一个资料 他之所以症愈 不在于他接受了什么治疗 而在于他怎么调整他的饮食 多摄取存在于食物当中的甲呢 就能保证我们的健康 那么我们就要问 那什么食物甲很多 钠很少 那这个是健康的食品 我们要看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来认识 甲钠比这个东西 就是呢 食物当中会评价这个食物 它的甲跟钠的含量 然后呢产生了这个比值 甲钠的比值越高 表示这个食物越健康 甲钠的比值越低 这个食物是不适合人的 食用的食物 我们看到蔬菜水果的甲钠比例都很高 有200 有300 有400 甚至有到800 表示他甲的含量多 钠的含量低 再来所有的肉 甲钠的比例都不超过3到5 很多人说那也不错啊 3到5也代表这个甲比较多嘛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有没有人煮肉的时候不加盐巴的 没有 都会加盐巴嘛 请问盐巴是什么 绿化钠 结果这个绿化钠一加进去呢 这个甲钠比例就颠倒了 所以各位朋友 医学专家 营养学家告诉我们 不要吃太咸 有没有 他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 甲钠体质 再来火腿只有0.3 龙虾只有0.9 所以不是越贵的东西 越营养 不是这个概念 再来加工的食品 大概都在移一下 譬如说什么呢 这个方便面 方便面 方便面 这里叫泡面 还是 就是instant noodle 快速面 罐头 罐头 就是几乎所有精细加工的东西 这个比例都在移一下 都是不健康的 这个东西呢 少吃 少吃 再来呢 不要加胃精 胃精其实并不健康 它的学名叫骨胺酸钠 胃精呢 它其实是会伤害我们的神经系统 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伤害很大 让我们视觉模糊 头昏 疲劳倦怠 这个在美国 曾经这个病呢叫做 这个叫做中国餐厅症 为什么叫中国餐厅症呢 因为中国餐馆放胃精 放的特别多 所以很多人去吃这个 Chinese food 吃一阵子之后呢 就头昏疲劳倦怠 视觉模糊 就是这个造成的 所以呢 劝大家呢 回去的时候 就可以把胃精 请出各位的厨房 这个绝对对我们有好处 而且呢 你会发现食物的原味啊 从此之后就浮现出来了 我们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而且我们舌头 舌头的灵敏度会提高 我们呢 这个五官呢 我们所有的感官 眼睛鼻子舌头耳朵 几乎都被这些耳目声色给麻痹了 所以呢 我们活不出人的味道 因此呢 要活出人的味道 从哪里开始呢 把五官 麻痹我们五官的这些东西呢 一点一滴的把它先拿掉 放淡 当我们放到很淡很淡很淡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活出人的味道 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是味精 所以 除了味精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饮食的误区 第一个是白糖 刚刚说到糖 是酸性的食品 糖吃的越多 神经系统的破坏就越大 所以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的孩子很调皮啊 请问你小时候 有这么调皮吗 我常常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调皮啊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 过动的不得了 为什么 糖吃太多 糖吃太多 再来呢 成年人 情绪紧张低落 也是有可能是因为糖吃了太多 糖呢 只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免疫力下降 燃烧我们体内的养分而已 所以白糖不是一个好的食品 美国几个单位啊 他们去做调查报告 他们发现呢 如果能够把食物当中的糖 人工香精 人工色素 还有防腐剂 这四种东西 从食物当中拿掉的话呢 百分之七十九的儿童过动 会因此而得到改善 这是很有效的一个 这个途径哦 把这四种东西拿掉 居然儿童的过动会减少百分之七十九 再来呢 十二所少年感化院 八千零七十六个孩子的特异行为 会减少百分之四十七 维吉尼亚州居留所 两百七十六位少年的偷窃行为 因此而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 洛杉矶监护所一千三百八十二人 问题行为与自杀的倾向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四 各位朋友 这四种东西对我们的神经系统的破坏之大 从这一些数据当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再来 把这四种东西从食物当中拿掉 我们来看一下 纽约803所公立学校 把营养午餐当中的这四种东西拿掉 注意哦 只改变一餐就是午餐 我们看到它得到什么效果 紫色的部分是改善饮食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学年 学生的成绩都在增加 而 绿色的部分是没有改善饮食之前 那就是成绩起起伏伏 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得到为什么啊 因为这四种东西拿掉之后呢 学生的情绪比较稳定了 比较稳定了 学习的专注度比较集中了 所以成绩自然提升了 可是各位朋友 现在问题来了 这四种东西要拿掉 容不容易 很难 您到超市里面去 随便拿一个东西 我们就拿果汁吧 拿一个果汁 请问这瓶果汁里面 有没有糖分 有没有防腐剂 有没有人工香精 有没有人工色素 一样都不缺 所以啊我在想我们现在的孩子真可怜啊 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孩子很幸福有没有 可是呢 越了解这些事实的人呢 越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可怜 确实可怜 我们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啊 偏差了 叫做什么颠倒 把可怜的事情呢 变成幸福 把幸福的事情呢 看成可怜 我 我有两个孩子哦 也现在还不大 还不到十岁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在企业里面工作 我有一次跟我的同事在聊天 那么我告诉他们说 我的孩子啊 不知道什么是麦当劳 不知道什么是肯德基 结果呢 我的同事告诉我 他说你的孩子好可怜哦 对啊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都这个 拿着父母要去吃麦当劳吃肯德基 可是我们的孩子居然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一个人一生的角度来看 一生的角度哦 要看得远哦 从小就不让他接触这一些垃圾食品 好不好呢 事实上是好事的 是好事 所以我们的家长呢 真的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 给孩子的零食啊 要慢慢的减少 那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状况怎么样啊 就是在学校里面的 这一个贩卖机 最好也可以怎么样呢 跟这一个 这一个角度来配合一下 就是呢 减少一些 引起学生呢 这一个不安定的这些食品 临时把它减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角度 希望提供给大家呢 去做思考 那么下面呢 的这一个误区呢 还有 几个 那么 我们第一节课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先 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以一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周永山老师 莫学要在这边补充报告 因为刚刚有漏调 我们周老师呢 目前是担任我们 卢江安徽中华文化教育中心的副主任 好 刚刚呢 在这一堂课当中啊 莫学又吸收到一些新的观念 因为这堂课我也听了二十多遍 然后呢 有时候在其他的小学啊 我也会把周老师的这个资料 拿来复讲 也受益很多 我刚刚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发觉啊 不是只有嘴巴要吃素 好像五官都要吃素才会健康 所以还记得老子的那句话吗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还有什么 五色令人目盲啊 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的五官啊 我们的这些 这些感官都被现前的这个社会 这一股刺激 所迷惑的 慢慢都失去那一股 刚刚讲的原汁原味 嘿 所以呢 我们呢 今天呢 很这个很幸福喔 能够来参与第一子规的课程 我相信五天的课程 我们可以恢复很多的本能 好 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先请我们的老师离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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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